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別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甄迪豪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我是望又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留意見設勝的留言 今節就說說這條新聞如果不是看某個異英KOL KOL也是很搞笑的,他早前才回到香港 說得這麼危險,他也有回到香港 是他講這條新聞,我才知道 因為現在都沒有人理這個Dr.K Dr.K,大家知道今年年頭的時候 出了一單叫做倫敦聖潘克拉斯火車站鋼琴事件 炒熱了一段時間 之後也沒有什麼人理,除了黃明智 說真的,黃明智的聲勢比之前差很多 我看過他現在最厲害的影片 以前還沒這麼反共的時候 有什麼PALS韓鼻芳和王力宏 很難超越的 而且現在你的市場變小了 當然你不介意不要緊的 之前他也做了一條道歉片 其實那條當然不是吃三道菜之後 唱了一首歌是少了別人的 這件事我就不欣賞 我不是說怎樣,我只是覺得 你道歉就是道歉,是要這樣顯得 好像是輸打贏,要很小器 當然他是可以這樣做的,他也沒有辦法的 不要緊的 但是我就不會這樣,我覺得很難看 原來現在有騙徒利用Dr.K這個招牌 Dr.K被他們的黃友捧衛抗共鋅家 他之前也經常撩小粉紅 其實說真的小粉紅很少 我們再說一次,不代表國家 其實他經常撩共產黨 共產黨一個人都沒有來理你 那些有名有性的那些 難道習近平會理你嗎? 真心說你是一個彈鋅琴的 哥哥,他有很多事情在做 這些是民間的事情 其實當時倫敦警方說 這件事情完了,當然那些人會炒作 那些媒體也會炒作 這個因為倫敦 這個鋼琴事件 而走紅了一段時間 講為人知的Dr.K 原來他也網上公開了有騙徒 就利用偽造的護照和車牌 還有法庭文件 這個好笑 騙授一位 支持者相信是一些反共人士 就是轉帳 幾千磅錢 都幾多下 幾千磅錢幾多下 就說 以支付 以支付聲稱的罰款 這個好笑 呼籲追蹤者 即追蹤者 不要再相信任何騙徒 他絕對不會在網上要求任何人向他支付金錢 最搞笑的 車牌上的照片居然還帶一副黑超 人們是否這麼笨 喂大哥 所有這些法律承認的偽照和證件 可以戴黑超嗎? 是的 你一定是要 有些連眼鏡都不能戴 要看全照 當然一看就知道他的標記 標記就是戴眼鏡 但問題是眼鏡 是可以出現在證件的照片上嗎? 當然是 照片更好笑 他的眼框 怎會是沒有眼珠 而且好像是沒有神的 這些肯定是修圖 Dr.K也出了一段影片 在影片當中 展示了受害人提供的證件和文件 護照和車牌上的確是他潮像文件上 亦有他的個人資料 直此 就是騙了幾千磅錢 騙徒就用這些東西 令受害人相信他就是Dr.K 在利用一張偽造的法庭傳單 罰單不是傳單 罰單infiniment 說自己有財困 應該不會吧 YouTube應該都 這條影片 過千萬人看過應該都不會財困的 要求受害人幫忙 並且 提供支票保證還款 直到支票是彈票 受害人才知道是受騙的 也是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但是離開那幾套 當然英國稅報 千頭萬稅 但是最後 這個很搞笑 這位 怡英KOL 原來這個也是 治商稅 要英國治商稅 是吧 因為他這件事 亦有很多手足 很厲害 遵守他 但是 我們說過很多次 為什麼你不去 那裡撐他 你看到每次都得起 彈琴 民進黨有個黨工去撐他 而且 很少廢謀 台灣旗 但是很少 二英港人去撐牆 沒有手足撐他 是不是 打算不撐他就付錢 原來 最搞笑 這個騙徒可能花了很多時間 和目標人物聊天 令對方相信 疏於防範下手 其實是疏於防範 但是你看證件有這個眼鏡 你也想一想 是不是 當然 這些很難說 你如果覺得他是英雄 你幫他也不出奇 不過最搞笑 都是 那些留言都挺過人的 怎樣 亦都有人 人 老 一人 是 老王 即是個王 你的老王了之後 就是什麼 這個也是沒辦法 你知道他 之後他亦做了很多動作 但是 聲勢比之前差很多 其實這些事件 我們都說過 是總是會過去的 很小事 而且官方怎麼會理你 你經常說什麼共產黨 他根本是不會理你的 是不是 每個人都找他 沒有空 每個人 每天有些人去跟別人 有些爭拗 又找我來 沒有空 亦都有人說 這個護照照片這麼恐怖 都會是上當被人騙的 教學費 這個也很難說 但是我就覺得 不是吧 護照竟然是有 太陽眼鏡 真是 真是 亦都有人說 老一王 即是說他 可能跟政治意識形態有關 不過他應該是個反共人士 亦都說 騙子能夠騙多久 是由傻子決定 這個也是 正確的 同仁是沒有關聯 最近有人用他的Facebook 用他的Facebook 用他的名字的Facebook 就發了朋友 request 給他 他很好奇接受 接著 發了訊息給他 之後很古怪卸了他 我也有 我有這個是林莎 這樣用不需要 美國有關當局 用不需要禁了meta 對 根據你的邏輯 整個平台不行 很危險 很多詐騙 林莎 台灣地區的美女 拍了很多美照片 她的名字是 漢語拼一鏈紗 現在好像 帳號都沒有了 又是高手 高手應該是笑他 也是這樣說 好想頭 不如做一些正經事 可能這就是他的正經事 當然有人說 正經事哪有這麼好運 不用 拿牌 不用交稅 這也是 特淡笑 當然這個Dr.K事件 後來也是 有一些發酵 但是 好像也是一個星期之後 真心說沒什麼 後來這位 號稱 他們說官議隊 其實你證實不了他 但是 他是被人起底 後來 他真真正正是有報警 他是報警不是這件 不是這個 鋼琴事件 是被人起底 這個 有機會真的會犯法 真的有機會犯法 不是開玩笑的 後來當然 事件發生之後 華人團體 也陸續被人起底 1月25日美國之音 在報導當中 也說當事人 多數是跟 這些媒體很衰革的 當事人多數是跟 中國的海外影響 力圈子有關 說真的你有沒有證據 你們西方不是經常說證據 那他就沒有了 他就先冤枉了你 事件 開始就被邀請彈鋼琴的 一位叫Joe Zha Jin 原來就不役於 王家音樂學院的鋼琴專業的 時常和中國 和中國學聯 是有活動的 其實他 另外還有和Dr K 產生衝突的兩名女子 一位自稱 Adelina 即是張寧 是中國日報記者 他在 領英上自稱 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 但這件事 很難證實 他曾經主持過 春晚和 中國人民共和國國慶 等等的晚會 但這個人又不是很有名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不奇怪 當然你這樣做 最怕你搞一搞下 如果他起底就會觸犯法律 後來Dr K也被告 被告 當時那些人都說要幫他 但是看來也只有港字比較多 港字比較多 民族歧视制造对立赞取流量实现盈利目标 他也认为舆论是一边岛感同 Dr.K是肯定的 你看到他肯定是否先冤枉共产党的人 所以要小心 这事件是没有公道的 我觉得是没有公道的 这事件是很小事 从法界来说 你知道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一样 那些媒体还不错吗? 这些肯定不关官方的事 当然后来被人气人欲 亦是网布 他反驳网民说他崇洋媚爱说自己是中国籍 孤身一人他乡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 不管怎样理解 崇洋媚爱也好 他就说自己不是 刘梦永也说他是自愿协助自媒体公益平台拍摄新年祝福影片 需要利用这个钢琴 当然他有些事都是做得不够恰当的 虽然西媒和黄媒六媒一起炒作 你会发觉大陆也很少说这件事 网上的说言 真的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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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也是理智的 他也说华人团队一早就声明自己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而 多得他执意他们是日本人 这是争执的原因之一 这事也不需要真心说 但是 也是那句 他们不代表是中国的官方 如果 说真的 就算 中国官方是想说 我觉得更肯定会说 但是你知道 明知你是捧磁 一看就看了 是捧磁 如果中国官方任何一个使馆的人回应 你就是得逞了 你就是得逞了 当然这个Dr.K在直播当中也谈就习美案 认为这首歌有歧视的意味 Dr.K就称中国国旗是共产主义的棋子 他就很聪明 他说我对中国人是没有敌意的 我只对共产党有敌意 其实他也是这个聪明 他就和西方很多的媒体 和一些政客说他用中共这个词 你会发言 但是你虽然常说中共 但是有些人不分青红做白 就觉得你中共的人一样动手 或者搞你 这个是故意挑衅赞取流量的说 当然他也指控Dr.K 故意拉扯中国国旗 作为中国儿女 你应是户企 这件事 我想他就打算发挥民族情绪出来 但是很幸运地 没有人在大陆 应该也有一些 但是很少人跟他拍子戏 我发觉这件事是一个 真心说是一件好事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进步的 是也是一个进步 不会被你这么容易骑劫到 不会被你这么容易骑劫到 当然这个王明志 有出来抽水 其实他就是 一首叫《龙的传人》 这首歌 其实就差不多一千万了 当然比以前那些差弃得远了 就说这首歌是讽刺中国小粉红和共产党 并且就说 小粉红心是祖国人在伦敦 这件事 你说小粉红是这样的 但是 阿哥其实你也是 外大马 如果别人说你外大马 为什么你把你的基地放在 我不知道他的基地是否在 为什么你这么外大马 你整天都在 好像是找一些台湾客 这个我觉得是无所谓的 就算王明志这样 我觉得也是无所谓的 你喜欢去哪里的工作是你的自由 当然这个Dr.K在YouTube上评论表示 喜欢王明志访刺小粉红的龙的传人 邀请他去英国拍摄的 当时他还说我现在赚英镑什么什么 当然这个也是 都是炒作 其实这些人就是靠流量 你就不要跟他拍展起舞就对 也是再说一次 也是不代表国家的 也是不代表国家的 当然这个英国的华裔作家马健也表示 其实这个华人团体在英国 应该是知道英国的情况 觉得他们整个心态还留在大陆 另外 这个中国的 社交网络也对于刘梦荣 你记住 他们打算是骑劫外国心和民族情绪 结果是不行的 是大家对他负面的态度比较多 认为这件事 应该是令中国人形象不好的 中国的媒体也说 咦?不是啊 原来中国媒体也说 这个Adelina不是中国籍 戴霞sir你对啊 不是中国籍的 中国媒体也会回应什么 是英国人 是吗 这个中国媒体 中国官媒也是聪明了很多 他也没有过多评论 他也不是中国籍 这个中国媒体 关了我什么事 他不是中国籍 当然 最后究竟是谁是谁非 事情也过去了 刚才我们说的讯息可能也有错 因为 因为这些讯息也是公开的 但他们真的怎样呢 有没有中国籍 他也不会给予会文字 是吗 当然你说的那些人权组织 他肯定是 肯定是帮助了 这个Dr.K 不用说了 那也是那句 其实中央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说 也有01的评论 也说事件再一次重创海外人士对中国人的形象 我又不觉得 说真的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独立事件 当然 如果你跟他拍子戏没有发达来说 那就是 事实上是不是有影响 有 有负面影响 但是 说真的 你看看 官方真的没有说过什么 这是他们一向的立场 如果和TikTok那些不一样 TikTok始终是一家中国公司 如果这家中国公司被人打压 他肯定会出声 但是刚才最搞笑的是 他好像连中国籍也没有 并非中国籍是英籍 或者其他国籍 那关我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关他 关我事 这个就是 我觉得也是得胆子 反正 也是那句我们现在掌握信息 就是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 究竟他是什么籍 反正整件事情都已经过了 Dr.K 你说他是不是还会炒作这些东西 是会吃尾水 但是 最后 尾水吃完了 他就不断地说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说真的 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当时的研判就是 这些东西炒作完就没有了 炒作完就没有了 其他东西 你说他会继续说 因为他之前说有件什么 维尼那些衣服 小红维尼那些 难道习近平亲自回应你吗 是吗 你看一下 他那条片 是很厉害的 你记住 他那条片很厉害 过千万人看过 但是之后那些 他也是回复平常的水平 其实他那些片是十几十万人来的 平时 平时那些也是 但是 一过了就回复他平时的水平 对吧 平时那些影片的水平 就是这样 他当然 那条片是几千万人看过 这是正常的事情 因为有些人是发贷的 媒体也会发贷 发贷来说 我觉得 没什么问题 这些事情没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这些事情炒作完 也是告诫某些人 有些东西 其实 低调反而是好一点的 当然 这个 你再说一次 这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国家的 是完全不代表国家的 国家也不会是 为这几个人发声的 为什么 习近平为什么不跟他发声 我怎么跟他发声 如果好像刚才有个媒体那样说 他英国人 我中国国家主席 跟英国人发声 是不是只有淡少呢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了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